考官第一天就跟我說 你這樣子不會過 就嗆你就對了 沒錯啊 直接嗆我說我不會過 然後呢 那時候的考教學呢 我就 那幾天壓力太大 然後可能年紀也還太小了 承受不了 就直接爆哭 來一段來一段 拉扯 太慢了 哇 Oh my god 這個食量實在是太大了 點這麼多 好 大家好 我是北海盜女婿Jerry 那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在 札幌 最大的滑雪場 首到滑雪場 那今天就是帶教練出來爽滑 晚上呢要招待大家去吃這個 河牛吃大寶 在北海道非常有名的一家燒肉店 那今天也是聽view的感覺 然後增進大家的感情 晚上聚聚餐 喝點小酒 那個蠻多教練的 就是第一次來北海道 然後也來體驗人生 讓他們就是更多的一個生活的體驗 其實滑雪教練其實都蠻瘋狂的 那一個整季啊 帶在雪季其實呢 非常多人很羨慕他們 其實他們工作也蠻超的啦 長時間在雪地要教課 今天難得不接課 帶大家出來滑雪 好 我們開始滑雪囉 耶 那我們現在來訪問一下 我們學校年紀最小的教練 那現在還是叫發發 那23歲喔 沒錯 23歲 很年輕 那你什麼時候第一次接觸到滑雪的 我第一次接觸滑雪是13歲的時候 就是我家人帶我去游壽讀 哇 13歲 你是幾歲考到滑雪執照的呢 我是18歲的時候 那一年我就是考完學測 然後我二月再去滑一趟 然後三月我出我就直接去考了 那你是不是拿到這個雙板的執照啊 中間有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剛開始在考試過程其實蠻不容易的 就是說那時候那幾年其實都有在滑 可是其實也沒有說真的很認真在練習 所以我那時候三月考試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前面的五天training 然後考官第一天就跟我說 你這樣子不會過 就嗆你就對了 沒錯他直接嗆我說我不會過 哇塞 然後我就非常難過 他說我不要花很多時間去練習 嗯哼 對 然後我就是每天從下午三點多 然後一下課的時候 我就會再比別人多練三個小時 就在那邊很認真去壓八字 OK OK 那後續怎樣 那個考官有讓你過嗎 後面有個發現很有趣的一件故事 就是在考 因為我們考試前面 就是三天是考教學 然後後面兩天是考技術 對然後第三天的時候那個是 最大一個教學就是模擬教學 嗯哼 然後呢那時候的考教學呢我就 我就有講錯部分 然後考官就是有糾正我 然後希望我補考 然後就我那幾天壓力太大 然後可能年紀也還太小了 承受不了就直接幫我哭 考到哭就對了 對 然後後來那個考官就把我拉著 然後坐一趟纜車 然後跟我說 啊學生要快樂的 OK 很感謝那個考官 所以考官一直鼓勵你 後來也是讓你過了 有有有 非常感謝考官 所以非常好 來一段來一段 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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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考官有什麼話要說的 我嗆你後來讓你過 其實我覺得他冷還是算蠻好的 其實他在過程中只有給我很大的鼓勵 對 雖然就是 後面真的有不小心哭出來 可是我又覺得他應該是理解我的心情 然後告訴我哪邊可以再做得更好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OK OK 就是大家在考LV1的時候呢 不是說你滑得多好 那考官需要看到你 每天有就是一些進步 嗯沒錯 然後對這個教學啊 有熱心啊 基本上你考過的機率就非常的高 沒錯沒錯 對 那你達到滑雪教練的執照之後啊 為什麼想來當滑雪教練呢 其實一開始接觸的時候 你就會越來越有興趣 嗯 然後當你越來越有興趣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覺得 欸 這個是一個好東西 你就想跟人家分享 OK 你就覺得說 欸 把這個推廣跟 因為台灣畢竟是沒有下學國家 對 你就更希望 很多人可以知道這項運動 所以當然就覺得 欸 那可能滑雪教練是一個 很好推廣的方式 OK OK 然後跟大家透露一下 我們這個發發是 法律系畢業的高材生啊 哈哈哈 謝謝 那這個 當完短暫的滑雪教練之後 會去 繼續往 繼續往 國考路障 比較想要考公職 公職喔 對 律師還都是去試 可是比較想當公職的 公職就當什麼檢察官之類的 對 檢調類 嗯 OK 祝你未來的 這個檢調之路順利喔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滑雪學校 謝謝 謝謝 謝謝爸爸教練 沒有速度 沒有速度 哇 哇 哦 哦 哦 劉 2 2 3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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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有鬆雪可以滑 耶 然後有愛琪摩天輪可以看 看 你的Ending有點怪 還沒Ending等下去吃燒肉耶 耶 天天有雪滑天天有燒肉吃 耶 耶 那我問一下那個首盜滑雪場 是不是適合初學者來滑雪呢 適合 來講一個為什麼適合好了 因為摩坦 摩坦有那個隧道防風很好 因為離市區很近 離市區很近 摩天輪可以拍 然後我們新一野的頭麻木度假村也有教練了 耶 一直都有 好 那我們滑完雪的晚餐我們來到了這一個非常有名的燒肉店叫做味絕園 那我們晚餐點這個Course是吃到飽的 那它如果是這個軟性飲料 是4000塊日幣 然後呢你只要再加1000塊日幣呢 就有啤酒喝到飽喔 然後它的Menu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你要再吃和牛的話 那當然要單點 這個價碼呢 我看一下Menu是沒有任何和牛的 那這一間燒肉店是源自於北建的喔 那是一家這個連鎖的燒肉店 那品質非常好 我也非常的喜歡喔 那我們就點一些那個Menu上來看一看喔 然後這邊有一個新村的日本三大和牛松阪牛的套餐喔 那價格是7678元日幣喔 也是可以吃到和牛的喔 只要你再多加一點錢 聽到上秋的聲音大家都很會吃喔 一烤熟大家都夾光了 這個可以吃的 這個可以吃的 這個酒要連滿18歲了 今天發發要喝幾杯 五杯五杯 五杯喔 對 可以輕輕鬆鬆 那那天來宿舍 第一次問我們教練就說 你們有在喝威士忌嗎 沒錯 那你有喝Johnny Walker嗎 超常喝 從小就喝了 你從小是喝Johnny Walker嗎 從小太誇張了 大概20歲開始有在喝Johnny Walker 沒有藍標不喝了 他沒有藍標不喝了 他沒有藍標不喝了 太貴了 哇弟弟你好忙欸 烤肉很忙 剛剛當滑雪教練有什麼感想 雖然很辛苦但是很好玩 很好玩喔 對 他是我們裡面最歡樂的滑雪教練 他每天講一下課 就要去泡溫泉 你怎麼那麼不賴啊 我覺得泡溫泉可以舒緩我的肌肉 然後還有一整天的疲憊感 你真的是天天泡 幾乎天天泡 然後我們吃到現在啊 就這一盤肉 卡魯比最好吃 然後這個油花也蠻漂亮的 你們要喝要加酒啊 這些酒鬼一直要加酒 然後這個 口感也蠻不錯 雖然酥和牛一點點 但是這個是吃到飽的嘛 我覺得 水準非常的高 好吃啊 你看這個卡魯比的油花 是不是很不錯 然後這邊還有 還有一整桌的 還有北海道的玉米 然後這一盤是牛肝 我的最愛 你是點什麼 帝王還是餃子 I don't know 我有這個 我有這個 OMG 這個食量實在是太大了 點這麼多 老闆的花對錢 要幫他吃回本 沒關係 吃到飽了 你們盡量吃啊 那今天早上 這個七點半一早就出門了 然後呢 剛剛去衛絕園吃完的騷肉 然後結束了 一天的Team View 那主要做這個一天的Team View 就是讓這個 滑雪教練啊 互相聯絡感情啊 增加彼此的熟悉程度 讓這個滑雪學校 越來的越好 那今天影片也差不多到這裡 現在已經晚上九點了 這個 進入這個冬天以來啊 幾乎沒有一天休息的 真的是 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就是想提供一個非常好的滑雪品質 給每一個來上我們滑雪課程的這個客人 或者是學生喔 那我是北海盜女婿 下支影片再見喔 拜拜 我追你啊 然後你們依序倒喔 好 開始 好 開始學天使 一天 一起看 有人一直幫我上鋪 哈哈哈哈 不要幫我上鋪 我的指導好短喔 真的 你吃完會 我吃完會 用遍在鑽地小 你吃了怎麼不這樣動呢 你們都會一直幫我飛呢 他一直幫我這 不行不行 哈哈 重来 重来